任务就是小庞替詹姆斯拍照片 这次拍照的地点就在走过这一座大桥前面的这座美丽的公园 不仅有漂亮的建筑 还有油菜花田这些美丽的景色 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地点了 拍好之后再拿到附近的相片馆 请他们帮忙冲洗出来 终于要出发咯 在你之前先确认照相机的功能 对于第一次的照相挑战 小庞和詹姆斯显得干净十足 不过对两人放心不下的公子先生 决定还是偷偷地跟在后面 脚步轻快往前走的小庞和詹姆斯 最后 终于抵达拍照地点的公园了 到底小庞能不能帮詹姆斯拍出美美的照片来呢 在两个小杂活面前出现了一道件美丽的草地 这里应该能够拍到漂亮的照片吧 好 小庞先把相机的电源打开 不过按钮实在是太小了 对小庞来说还真有点困难呢 到底能不能按到呢 小庞你好厉害哦 真的已经会用照相机了耶 小庞离开詹姆斯 小庞和詹姆斯准备要拍照片咯 奇怪 詹姆斯不见了 詹姆斯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坐到了小庞的旁边 小庞突然带着詹姆斯到底要去哪里呢 小庞真厉害 这下子詹姆斯就不能乱跑了 好了 可以来拍咯 这可是值得纪念的第一章哦 角度不太对吧 哎呀小庞 这样子主角不就成了垃圾桶了 接着小庞他们来到了 非常漂亮的油彩花田 小庞 小庞立刻开始了拍照任务 小庞立刻开始了拍照任务 你只拍到半个詹姆斯 然后 然后 小庞 小庞 这张照片里的詹姆斯也实在是太远了吧 小庞 你到底能不能拍到好照片呢 接着两个小庞 接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了这座运动广场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设施 应该可以拍到不错的照片哦 小庞首先选择的是 刘滑梯 小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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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姆斯没办法爬这么窄的阶梯了 然后 从溜滑梯上面 小庞拍到了这张照片 接着 接着 然后他们又来到了 天鹅船码头 小庞 把詹姆斯拉到了天鹅船上 原来如此啊 他好像打算拍坐船的詹姆斯哦 小庞真是有一套 小庞按快门的手法也好像越来越老练咯 小庞 小庞 要拍到詹姆斯才行啊 小庞好像一直没办法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 就在这时候 没想到发生了一件意外 詹姆斯搭乘的天鹅船 竟然飘离了岸边 天鹅船渐渐的越飘越远了 小庞赶紧朝着詹姆斯的天鹅船追了过去 最后天鹅船总算飘到了另一头的岸边 詹姆斯也安全无视 可是 可是 船上岸边还是有一些距离 小庞他根本过不去 小庞好像有了什么好点子哦 小庞 小庞 你要去哪里啊 没想到他拿了块木板来 小庞打算用这块木板 连接天鹅船和岸边 他成功地搭出桥来了 太棒了 成功地救出詹姆斯 小庞 你在这里还要拍照啊 这张照片拍得很不错哦 之后小庞又继续拍了好几张 拍照任务就这样子圆满结束了 接着小庞就要去洗照片了 小庞带着照相机和詹姆斯到达了相片馆 当然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向店家说明 小庞要来洗照片的事 小庞让詹姆斯在店门口等候 好不容易推门走了进去 你好 小庞将照相机交给了店员哥哥 请他帮忙洗照片 好久不见 您好久不见 您好久不见 到底照片拍得如何呢 小庞抱着期待的心情 将冲洗费用付给了店员哥哥 对 小庞非常有礼貌地向店员哥哥道谢 开心地走了出来 到底照片照得好不好呢 我们下集再看咯 那边 非常好连